打电话追踪客人看房后下单意愿 就算星期六也不敢休息 因为从七八月银行紧缩房贷 9月19号央行又出四季重圈打炒房后 房地产交易锐减 那好不容易的话就确实已经谈成了 价钱都底定条件都谈好了 不只快谈好的案子取消 六月之前整间店周末一天 待三十到四十组客人看房 现在只剩十到二十组 原本想买房的民众也很担心 自备款凑不出来 很容易被断头 因为如果自己有要买房子 可是已经跟银行讲好了 头期款给了 但是你后来陈述带不下来 就变成会影响交易的那个诚信 到时候会损失我们那个定金 那的话怎么办 这个优惠第一次的嘛 当然有帮助啊 很好啊 有立委提出民众在中南部基层阻挫 人在双北工作想买房 但因为第七波选择信心用管制 现在房贷没有宽限期 这次打房的盟药来得太晚 来得太猛 总裁你们可能要去考虑到 有没有滥杀无辜的状况 我们会持续的来来检讨 来压抑过热的房市 我觉得是足得喝彩 房市过热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制服 全世界对于囤积房地产 都有很高的税责和税利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指出 银行存款余额从过去一年增加 平均1.5兆 2020年4.2兆 到了去年3.3兆 但今年1到8月就已经2.2兆 台湾的钱淹到天花板 势必得控制过热房市 明镜新闻杨思美戴亚伦台北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镜新闻网